一日起于奇迹海水浴场正式展开 不只有沙雕作品日夜都可以欣赏 还可以放风筝 堆沙堡 自立造舟 当个黑沙航海王哦 大家好 我是周盛强 整个高雄这一次的玩意节的特色里面 我们带入了很多高雄的热门景点 还有一些高雄的特色 那希望说制造出一个意象 让大家来现场这边观赏的时候呢 能够爱上高雄 那现在在后面这个主标里面 它的主题叫做高雄美景静收眼底 在钢山之眼的主轴我们会延伸了很多 像是后面的这些齿轮啊 它就是希望可以在早期高雄工业之都的 一个景象里面去带动到我们现在 整个高雄的观光 在里面就可以看到很多高雄的特色 像是辣豆瓣啊 羊肉炉啊 航空教育馆 这些都是我们要凸显岗山的一个在地文化 期待大家的到来 这座沙雕的主题是守护海洋 那我们希望民众来到奇经这个美丽的沙滩 拥有非常多的海洋资源 这片沙滩也需要我们来共同维护 那透过我们的沙雕创作 除了在这边可以看到很可爱的海龟 还有寄居蟹在这边 我们有用双手捧的就是希望说 我们大家来到这边不只是欣赏我们的作品 也可以一起共同来维护这个沙滩 爱护这片土地 我们现在看到这座沙雕呢 叫做港边看器啊 它跟一般的沙雕会比较不一样 最特殊的地方就是 它这次做了一个很大的镂空 那在沙雕里面它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一个挑战 除了要耐心之外 它还要我们去计算它的天后 就是在好天气的时候一点一点慢慢挖 慢慢的去喷胶固定直到它穿了之后 那我们才可以形成现在这个样子 就变成一个像手 搭成一个爱心的一个形状 大家好我是希望海洋的罗老师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是这个自立造舟 那我们为什么要推这个就是 我们希望在让小朋友或者是一般朋友 来玩划船的过程里面 能够体验一下自己造船的这个乐趣 那它也是全台湾唯一一个 那我们这一次在奇经黑鲨祭里面 担任这个水域活动的要角 所以如果你来到奇经的时候 也可以看我们的黑鲨雕斩之外 还可以来玩我们的水上活动 所以来到奇经黑鲨玩艺节 我们除了欣赏沙雕 那在欣赏沙雕 我们还可以到附近的西子湾 或者是这边的海产街 很多地方都可以值得我们去逛一逛 那最特别的是到了晚上 你可以再回到这片沙滩 散步采浪走走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沙雕现场 会有灯光秀 期待大家一起来欣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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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